纽约报道 真战忍国际美展日前在以色列展出时 一位当地市议员了解到 在中国发生的对信仰群体的迫害 这使他想起了父辈经历的犹太人大屠杀 他表示不能再让惨剧发生 要制止迫害 利库德集团是以色列最大的右翼政党 也是现任执政党 以色列佩塔提克瓦市的利库德集团主席 和市议会成员拉米·格林贝格先生 在几个月前收到了 以色列法轮功学员的邀请 参观了在该市举办的真善忍化展 当他通过图画了解到了 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后 感到十分震惊 于是拉米·格林贝格先生决定 要做一些事情给予协助 佩塔提克瓦市与中国的 一阳市姊妹城市 格林贝格先生建议市政府切断 与一阳市的姊妹城关系 来表达他的抗议 格林贝格先生指出 作为一个犹太人 他的父亲经历了可怕的纳粹屠杀 可是那时的世界却选择了沉默 他的这份撤销姊妹城市的提案 将于2015年3月底在市议会进行讨论 新唐人以色列记者站报道